理事長你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理事長我們來介紹你創的創意產業發展協會 2013年開始 一百公里 那時候是什麼原因 因為那時候就是 地方變成一些文史工作 地方的一些產業 一些文化 一些觀光 一些機遇 有需要政策 但是沒有一個頭人頭發起 所以那時候因為我本身就做 休閒產業 就是說這樣不好 大家就一整個來成立 所以一百公里 你的集合文史工作 藝術工作職 和一些所謂的地方三頁的民宿 共同來成立 彰化線線西箱文化創意產業協會 那時候我是做第一次 創立的創會長 那時候加入的產業大概有哪一些 那時候就 像我們山西比較特殊的 就是一個永安智谷 還有一個 內面人也很有名 那時候就是開始有在成立 優格的觀光工廠 他那時候也就在做立 還有一些生脈的蛋糕觀光工廠 所以我們 縣西後來有兩間 很有名的 觀光工廠就是生脈 和台灣優格 找到這些產業之後 你們後來是怎麼樣來辦你們的活動 這個產業成立當然不是說 只對產業嘛 所以對於文化方面 跟觀光 觀光的方面 我們也是很主張 所以我現在就是 今天我會 說分做三部份來去 說 我現在成功 因為我們從頭開始成立的時候 是對 觀光這個部分 開始 我們成功觀光的部分 你怎麼推動 本身我們山塞有優勢就是說 山塞 我這裡是一個根基地嘛 我們這裡是白網的 這裡是做一個農產根基地嘛 因為我們本身就有一些 所謂的套裝形成的 各 機關團隊包括農會 我們鄉農會 跟官農的配合 所以我們 從地方的威力性部分嘛 威力性部分就是當然 你只來我們這裡 就沒什麼特殊嘛 所以我們就是說 可以做的是 整項就是我們這裡 比較特殊就是做 鹹蛋的DIY嘛 因為我們以前 山塞是一個洋鴨的故鄉嘛 所以做鹹蛋DIY 推展 古老的美食文化嘛 這個部分 再來就是我們山塞有一個 文藩宜港 因為文藩宜港也很有名 所以 要如何把文藩宜港行銷 把觀光推出去 就是我們 包括我們山塞 有一個特殊的地方就是有一個 山塞的漏宜港 馬藩宜港 這也很有名 所以 我們 那樣就變成 那時候開始成立的時候就 透過 我們工作 香港工作 山塞的香港工作 博助 地方的社團有兩萬嘛 每一年有兩萬嘛 我們只要那兩萬拿來來辦 所謂地方的威力性部分 就是 帶我們這裡做一個根基地 去 帶去 馬藩宜港 帶去文藩宜港 又帶去雲藩宜港 又帶去 冠冠工廠 生脈 那時候 生脈也沒有優格 叫鮮 那就去做一個威力性 慢慢慢慢 也不知道說 山塞有這個所在可以算 還有山葉 還有地方的文化 所以我們 幾乎每一年都有推動這個 這個地方產業的威力性 我們先說 那時候養鴨人家在博業的時候 你幾歲 我有做文史紀錄 那時候再說 就是說 日本時代到民國這個時代 都開始養鴨 到民國 我來山塞這個所在 我六十七年來的時候 那時候養鴨就是 號稱養鴨王國 那時候很多人家 所以因為 先生養鴨是一輪名 因為剋害 這個文史部分 我待會再補充 我怎麼說這個養鴨王就是 因為 我們到山塞 到民國九十四年 三年九十三 九十三九十四 就是 一件戴奧性事件 所以變成 我們養鴨的時候 就是全 政府要說 各方要離母 所以就補助理要全停養 所以我們就民國 早到九十四年代 限期養鴨這個名詞就沒有了 當然這個到美國 差不多一百十年左右 又開始復養 就是開始有人在養鴨 目前唯一有在養鴨 所以養鴨的地理環境是怎麼 要扣害 有水這樣嗎 這個因為養鴨這個 我們這裡有先天性的優勢 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裡 以前我們這裡海賓 都很多有水分 養鴨要有水分 再來是在 購海賓 但是我們想知道洋鴨 其實從日本發展到這裡 最大的優勢是什麼 因為我們 那時候最早的日本時代 是做給養鴨 在海鴨 海鴨就是說 減水 減水 但是因為它是減水 我們說有什麼海鴨 是因為它 所有的鴨籠都在海岸山邊 以前的海岸山邊 是很延遲的元素 不像這裡都有那個海岸什麼 對 它變成說 它都刺在海岸山邊 它如果 剃掉的時候 它就把那個鴨門開開 鴨都在沖去海 去什麼呢 吃它的寄生蟹 招潮蟹 和一些那個 鴨 蛤蜊 所以它 刺起來鴨很厚 鴨 鴨起來 減軟 減軟 整個紅鴨 對農民來說 鴨人來說 它減一個 治療的基準 整個 整個 那兩個品質 比較好 整個收入 所以 那時候 就日本時代 開始 都這樣 慢慢慢慢說 有治療 減減減好的 沒有以前 那個鴨人開玩笑 以前鴨子是鴨在吃的 不是人在吃的 因為以前 都很普遍 放鴨去吃 慢慢慢慢 所以 它的兩個品質 都很好 正如是放鴨 對 我們說的就是 這是什麼 有特性就是 古早 古早期的 鴨子的特色 他們有吃鴨 吃鴨 很多人不知道 吃鴨就是 就是 鴨出鴨 出鴨後 差不多 一二十天會走 走 不走 就放鴨子 農民收起來 就放鴨子 從屏東一直吃吃吃吃 吃到我們丁寶 差不多 百里鴨 鴨子就放鴨子 鴨子 鴨子就放鴨子 所以那時候的鴨子 都經過吃鴨子 所以那時候 很省 還讓 很延遲 因為鴨子 吃鴨子 放鴨子 都把鴨子 放鴨子 放鴨子 所以 鴨子 不再回來生 我們說鴨子 鴨子 鴨子 你也有去做一些調查嗎 像這本 這就是 我剛才說的 一百公斤六年 就是 消失的養鴨人家 我剛才有說過 因為 差不多九十四年 就開始都離母了 都沒有了 一些事後 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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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錄得很清楚 包括 最初的就是 我剛才說 放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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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子 鴨子 我十多年 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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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年一般 走不去 走不去 要怎麼做鴨子 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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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師 我們看人家的錄影 它燒 那就是說 看你的蝦米怎麼燒就很久 所以大部分你如果覺得你的蚵比較少 以前的人吃蚵的素量比較少 不是說吃這裡都幾六萬隻 以前都幾百隻 所以很容易你冷 那就是說 了解說這隻是我的 我帶你去那裡就抓回來 大家都互相很互惠幫助的 所以都不會走下去 所以有時候的雞尖的亂照就對了 就要去找 這裡面包括說我們雙塞早期 補阿店也很有名 飼料店也很有名 因為我們一個產業 發展到一個程度後 它就給產業鏈 產業鏈的包括像我們這些人給補阿店 前來就做皮蛋跟鹼鹼鹼鹼 我剛才說的 前來就做什麼 前來做阿姓 我們雙塞早期 做阿姓也很有名 阿姓也很有名 現在都變宜蘭阿姓有名嗎 對 因為我們在山山這個羊鴨 不叫做消失羊鴨 這個產業鏈 產業鏈消失去 一百塊八年有做一個巷弄 從老屋跟十年 因為我們山山這幾年 就是因為 尤其是有做這個紀錄 一些老廚因為這幾年經濟發展 一些老廚都卡住 包括土和家都很漂亮 包括一些古廚 那個 雕龍 什麼花鳳 還有一些 柱頂角的 一些老虎窗 什麼有的 誰都很漂亮 陌生都卡到尾都卡到尾 都卡到尾 所以我知道 可能會有這種 失落的危機 要怎麼把這個消費上去 誰 因為這都透過文化部的補助 經費 我們去做的文史紀錄 日本很多人要事後 很多人意志圖來找我 叫我帶他去看 看有什麼所在 有什麼 其實這個 有的所在已經不去了 包括我很欣賞的一間土地住 這已經變成高樓了 那就抓到了 所以合格在說 那時候有紀錄這個部分 這個文史的部分 再來就是 這個 令朝編織 令朝編織就是說 這個我就說 以消失的記憶 來推廣 來發揚 因為我們三個早期 剛才說的是 海岸線邊有兩個特色 就是說有阿療 再來有種檢操 種檢操就是令朝 令朝分這兩種 一種是 種的 就是說 我們好像 種地圖這樣種 一種是 比較在海邊 因為它就是 風比較大 半鹹水有的不可以挖的 所以他在檢操 他認性比較粗 所以他都做我們的朝編 古早 沒有 收到時候 以前 百地肉 百菜 百錢 海藏 都只會用檢操 百 應該 比較老一輩都有印象 都檢操做我們的朝編 這樣就對了 因為我們發覺說這個記憶 在山西 早期 家家夫婦 也有在 拔這個 編織的帽子 所以我這裡就說 這個帽子 像這個令朝編織 這都是我們太太 剛才做的 因為他以前的 小時候 就跟他們老母在做令朝編織 探生活費 所以他對令朝編織也很清楚 所以我就發現 既然他有興趣 還有這點的記憶 不然 都會透過 相公所 和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院的博助 來開班授課 所以我就 辦了很多梯子 請名師 就有一個僵師 請完立一個僵師 在理人時來教 所以我們太太 和我們周邊 成立一個令朝編織班 所以都包括這個 包包 這個都可以 都可以編 這個都是純手工編織 包括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衛生紙的盒子 這也是 包括這個小錢包 這張是男生的 這張是女生的 到目前我們還是有繼續在開課 但是我們這裡重點 是我們這邊有開課以外 我們在 培訓種子老師 種子老師就是去哪裡 比如去農會 去社區 我們這裡有學生去 社大做老師 所以 變成把種子一直傳出去 所以目前 對這個令朝編織來講 對我們來講算是 我們這個協會做的 推廣的比較好的 令朝編織的優點是什麼 透氣還是環保 因為它透氣 再來它本身有香氣 因為你弟弟這樣流汗 拍拍的有香氣 當然 古早 覺得這很熟的 跟工資很熟的 所以現在就是說 雖然我們在推廣 但是面對問題很兩難 譬如這張帽子做起來要工 要幾六工 就價錢的問題 啊你買多少 啊外面 所以如果說 你一間沒賣多少 外面有的 擠起來 一兩百塊就有了 但這做起來 你如果要算工資 賣好 但是我們一般 賣卻差不多一兩千 萬一有賣 買都一兩千 但是 賣完也不行 你說一個 文化的推廣 這樣沒有這種味道 如果以纯经济商业价值来讲 是有点难 就两难 好 再来说一些你们未来的发展好吗 未来就是我刚才说的 文化后就是做一些文化 再来就是记忆的部分 但是我们这里的重点到目前来说 这几年就是政府在推食农交易 我们所有的和一些年轻的文化工作者 推几场所谓失农交易 这失农交易做的也蛮有成就的 就是我们这里就是替害 因为微理性以外 你看看也没什么 我们算是害的 就是推了这几年 我们海边有一个很大特色的用 夕阳很漂亮 再来就是你可以挖蛤蜊 所以我们地方工作 一亩田小旅行 这个网络可以查得到 一亩田小旅行 在推挖蛤蜊 每个暑假都办好多机制 开放给大家来挖蛤蜊 我也很舒服 也全家大小 在温泉市 沙滩那一种 桑化县 这一片冰海特有的冰吃麦 那个花 就是我这里正在那 它就是八月开花 到来就开花来一个程度 会脱落 经过风就滚动 在沙滩去滚 像一个球在那边滚 一个球 所以我们就 做会办的活动 就是去认识 所谓的 潮间带的 植物 潮间带的 蛤蜊 还是说 比如说 去捏蚝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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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蚝 这个他们 让他了解说 海边有什么作物 让他去体验 所以我们现在发展到 所谓体验 经济体验 理由的部分 包括说 我们年轻的 一母亭高中房 里面去 我们那里有一个 海岸线的凸起 去那里扳石楼 就是说 叫中泡山去那里煮 打倒 打到美美美 又用灯光 就让消费者去接你那里 享受美食 然后夕阳 又那个 无音乐的氛围 气氛 大家体验都很棒 就是在天然环境下用餐 就是夕阳 还有海风洗洗的 感觉很棒 所以我们就在推 这些微理性部分 所以这几年就是在整合 因为 说文化很高尚 但是要探钱很困难 如果说 所谓 理性这个部分 观光 大家都有钱 所以我们才说 返乡清隆 所以我们就是 结合清隆这一七块 结合失隆教育七块 然后推了一些活动 就是要赚到钱 才有办法 持续推动 就对了 好 谢谢我们的理事长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 谢谢 谢谢